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 陈耀燕是最近状态非常好的一名棋手 对 非常好 是的 而且最新公布的等级分呢 他已经跃升到第二位 仅次于柯杰 虽然说朴婷环在韩国一直是等级分第一 但是我们这个棋手对他的冲击都很强 是的 陈耀燕最近的确是状态神勇 喜事连连 那么我们有一些现场的画面去看一下 好 第三件百年碑世界围棋公开赛的八场赛 现在开始 这是王汝南老师宣布比赛开始 对 这是在贵阳 这是比赛现场 科捷 他戴了一个白框眼镜 所以还是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陈耀燕和朴婷环 是的 朴婷环那么也没有 没有看到 是朴婷环吗 这不是朴婷环 这是之前的 对 这是深圳戏 年轻的零零后小将 对 现在上升势头非常迅猛 陈耀燕 好 我们来给大家来介绍这半集 这个朴婷环和陈耀燕 朴婷环直黑棋 这是韩国的第一人 现在黑棋走的星 他那边 白棋走了个二连星 然后黑棋再走这个 陈耀燕二连星对支 他是走这个 然后挂一个脚 对 黑棋先挂了一个 小飞手脚常见的 然后他就在这守一个 朴婷环 这个 也有这个走中国流的居多 但是他守了个脚 变换一下 白棋 然后在这个地方 二间低价 二间低价 好位置 其实是挺重归重矩的 挺好 这个挺好 但后面走的 我们看啊 他没有按那个什么 拖了什么飞 他是走直接走在这里 返家 杂丁 白棋杂丁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 中国是要点 你那既然没有拖了连班 什么飞都没有走 现在呢 黑棋啊 他弃子了 一般你要走 他跳呢 他就跟着往外跳 他是这个 实战是下成了个这个棋 我就在想 陈耀业是不是特别高兴 他心想 我先捞取这 差不多一个大肥脚 特别大的一个脚 通常是这么弃子 不肯 对 很多人会不肯 心里有点打鼓 现在这人的价值观 都是以捞实地为 那个比较多好 是 要先要实惠的 嗯 没有说先就让给你的 因为先 一般都是先捞后洗 这是常说的啊 捞了实地比较踏实 然后呢 再栽到你大空里 让你来吃 这个是比较轻松的下法 嗯 现在朴天环这一盘棋 他就这么来弃子 你看看 我觉得这个弃子 想尝试一下 不同的下法吧 嗯 对对对 连班 打吃 接上 对 下一步他是虎的这个 他如果肠 不会被他再压一个 觉得难受 对 这个虎还是比较本分 就也可以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虎呢 干脆吃干净 嗯 哎 肠的被你再压 有点难受 现在这样 白气不管怎么 这个脚很大 对 外面你空空框框啊 这个还不见得是你的空 但是这个呢 就脚先拿了 还挺费事 这很扎实 喜欢下白气 嗯 我也是 你也喜欢下白气 现在 拿到实地心理踏实 对 现在他们要挂脚 那刘老师 这个棋一般下完了 可能奇迷朋友们都会问 这不是接下来 我不想着 把这个子打吃掉吗 对 是 这个是常见 但是 比如说这个打吃 或者是长一个 他但是那边 他就想先 先走一下 走一个 他先试试你 你再试试你 他是这么说啊 先是这边挂一个 你如果这么飞呢 我有可能就直接拆二 这个就干脆不硬了 也是有可能的 嗯 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眼里面 可能这个打吃并没有那么巨大 也有可能性 没有那么大 他们现在那么挂一个 也总对是 不是坏棋 白棋没有这么小飞 他是加工了 一间低加 这个呢 我认为这个地方都 还说 但现在呢 就不走 被他藏了一个太大了 因为那边加工 如果你要那点三三 让白棋这么一路压过来 先手之后再一尝 那是不理想 你这边走的都 都可能都是废棋了 就有可能落空 这个压完损木了 对 现在黑棋要在这个长一个 现在由于这个子放在这了 这个子如果被白棋走了 那就太大了 就觉得 空给你了 我换来的是吗 后室 这个地方的 以后经营这个 把保压的这个地方 这个后室如果走得好 力量大的人 这个会用的话 这个还是能回来的 时空会回来的 现在就看白棋 白棋就在往这一带走起了 这个是比较常见 对 这个要是我的胆小的第一杆 我是要分头 您想分头在哪 分在这 分在中间 对 你觉得 分到这 分到这呢 你这个呢 我就拆二 我觉得这个拆二还不怕 反正你攻吧 我就不管你镇哪个 我就往前走 我可能会这么下 很有可能选这个 你要是拆呢 我再挂脚 我想多一路 多一路 这个呢 实战他不是 实战那个谁啊 这个陈耀燕呢 他是走的这个 他分的比较远 分的远了一点 那么这个一般的会 他一般的会走这个了 因为他逼那个头了 被你拆呢 舒服了 嗯 他肯定会走这个 然后你再挂 这个其他的一个狠的了 他就走这个 这样的话 黑棋这个金银 这个大控也是比较可怕 如果你在那儿 如果落一个后手 再被他补的话 这个如果都成控 也是相当可观的 这都成起来也很大 没错 是吧 对 但是对黑棋来说 也是一把双刃剑 就是说 全盘除了这个挂脚的子 和这个欣慰的子 这别的 这没有别的地儿 没有子了 有一句话说的 呃 唯一块控是唯不大的 对 就是说不赢的 骑不好下 不好下 很难赢的 就是唯一方控是最难的 不能唯一方控 唯一方控是你这个太死了 嗯 就这一方控 你只下到一个赌注 人家只要一破你 你就就没有后路了 对 所以你只有死守那一块控 死守那又不好 人家破你的地方啊 这个漏洞太多 嗯 现在白棋 没错 在这面返家了 对 他就先把别的地方 该走的都给走了 回头我再进去 反正你这口袋差 离风口还差老远 对对对 你这下一个就是你的了 这肯定不实 这个地方如果再走都给黑棋走着了 那就不对了 如果这个地方让黑棋再动手 再一飞 呃 这边再便宜了 那个地方 他就这个这个这个就优势 这个势力就发挥了 嗯 现在白棋先动手在那边加工 这边又走了一个定势 黑棋啊 黑棋它是尖的 尖顶 长 这是个老定势 在这个地方尖在这 老定势 最常见的就这么 呃 实战尖完一尖 白棋呢 搬在这里 搬这个 对 哎呦 这个 呃 它是搬的啊 搬在这里 搬一个 后退 现在这个地方啊 呃 黑棋在这个小间 他搬在这 呃 他挡住 挡住 挡住是必然的啊 在这个地方挡住 是吧 对 挡住 嗯 你这个叫吃呢 也是必然 对 叫吃 一般都是这么下的 好像就举步 对 叫吃的时候 黑棋现在没有可能接住吧 没有 如果你接在这 被他 接这个 被他一断 呃 呃 这个以后搬一个 他很难过 嗯 搬一个很难过 嗯 没办法 他只能接 所以他肯定得接那个 接那个 对对对 他是 现在 白棋是 急打 然后黑棋 接上 对 提掉 提掉 然后打住 打住 嗯 这个棋 也是一个常见的形状 这个棋呢 虽然白棋的盐味没有多少 但是他又很有弹性 有个打结 是 啊 你要是硬吃白棋啊 这个这个结也是弹性很足 对 接下来这个结其实挺重要的 就是看怎么长 大家都放着不走 先搁着 先搁着 嗯 搁着 嗯 搁着 现在白棋不要马上打结 嗯 马上打结反而不好 对 现在你要马上打结的话 呃 很有可能就那个什么 让黑棋连走两手 不便宜 嗯 现在白棋走这 对 这个棋该动手了 这个棋 走这个也是个好 他是什么意思啊 就想让你 就走这个 我这一长 你沾上 然后再往里跳 对对对 这个就破空破得很自然 他希望走成这样 是 是吧 这样往里破不破空 那边先放着走 这个是 他的 顺势 是进来 挺好 嗯 那么 黑棋不会不这么来 黑棋不愿不愿意这么看到 这个形状 他觉得被人家吓得太舒服了 他跟着你走不对啊 不舒服 对 他是走这个 对 让你来走 嗯 你要是 这个你主要是你来 走的话 你 行也不好 你这么走 我这跟着长 往前跑 顺着跑 这我这个 你再进来就不对 你这个重了 嗯 我不怕 而且黑棋 这个子的位置也挺好 你这不容易进 你进这儿被人家间断了 你进这儿就有冲断 也不对 对吧 反正棋子的位置不太对 就白棋 而且还有啊 如果你 这个棋啊 嗯 这个棋 如果你走这个 我硬来这个 我一搬你一双是吧 他不搬了 他先走这个 你也不好搬 那很麻烦 现在 不好搬了 你要敢往里长 那我就不客气了 肯定先把你搬住再说 这个也危险性很大 不不 危险性很大 这个有点全进去了 哎 有危险性 这个很不敢 他不敢这么想 嗯 所以白棋呢 暂时在这个位置还不好走齐了 嗯 他干脆 不走了 白棋要 这两个点都不好走 干脆就往这走了 再来一个 走不好的不走 先搁置 先搁置 再找一个突破点 搁那 对 那两个点都不好走 先再找个突破点 也是对的 这个 这个突破点也不错 这个地方 这有靠 这有靠 嗯 这个地方呢 让你来吃 啊 这个我觉得 对的 陈妖业也是 这个比较灵活 不能拘泥 死走那个 不对 不 我觉得陈妖业应该很擅长 于破控的 因为他自己就是喜欢实地的 喜欢实地的 啊 他把实地先一占 人家有可能成事的可能性很大啊 对 那么他往里钻的时候 肯定可能比较多 下的多 他必然就熟练 对 这个走这个 这个乱起啊 陈妖业也不输的 这个 朴定环是个力气 力量气 力量气 但是我觉得他不太喜欢下大模样了 不喜欢大模样 我看他这棋很小下 很大 大模样还是很少 很少 嗯 那这盘 他想尝试一下 莫非 我看他那个对杀棋很多 有的 是吧 有的时候 对杀棋 嗯 算路啊 都非常强的 朴定环 不管怎么说第一人 在韩国等一分第一呢 肯定是有道理的 非常强 嗯 现在黑棋 他走的这个 跳出来 跳出来 现在 也是本本手 本分的啊 你这个棋一般是你也得跳 嗯 你要是飞到这个冲断 有可能 白棋跳 对 这个时候 我觉得黑棋就比较 比较难 这个选择会 黑棋 眼见的这一手 我觉得 这个也比较眼见 你要跳 被他飞住了 那就先飞出来 你飞这个 我觉得对的 好吧 如果你跳在这儿被他飞住 走别的 好像就这两个点了吧 嗯 我觉得是这样 他肯定得先出来 飞也是很强 嗯 这个朴定环 我觉得 走这个也是势在必得 嗯 现在这成了一个乱战 这局面很火 比较乱了 这个头绪太多了 这个暂时你要做活 是顾不得了 然后忙着去 如果你去做活 老老实实去忙着作演 做活 这个棋就要输掉了 这个棋不能考 故意这个了 现在呢 这个白棋怎么处理啊 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 呃 看 看实力了 嗯 如果凶悍一点的话 是不是可以考虑往里蹦进去 比如说往里蹦 对 蹦进去 蹦在这儿 蹦在这儿呢 我估计黑棋也不会硬了 那肯定不会硬了 也不会硬了 也许啊 没功夫 嗯 黑棋在这个时候 先追究这个 要么再走在这儿 往这儿走一个 这好像白棋也挺难应付的 嗯 这块逼迫你 嗯 不走 我就算粘住你党 我点这个棋是死棋 我就先吃这个 逼迫你打劫 找机会呢 争取 还有可能 再往外 把你这个 不 把你这个封进去 往黑棋往这儿再蹦一个 他有可能还有封你的可能性 这个棋就太乱了 就这个也没安定 但是这个也没安定 嗯 那大家就各自破了 啊 呃 现在白棋 没有没有往前走 没有往 直接往里跳 对 就直接往里蹦 好像有点过了 呃 直接往里蹦 胆子大 就是说也也也是一招 但是呢 他走得更狠 他是逆袭 我们叫逆袭 逆袭是吧 逆袭 等于是自身呢 还薄的时候 再来个反冲锋 他是走的什么 再来个反冲锋 就这么来给你 八年给冲断 对 这其实 把你一块揪进去 我们某一看是黑棋公白棋的 嗯 感觉是黑棋公白 嗯 现在供你的时候 你反而发 反倒发力 把我给冲断了 对 这个 这个相当强 有点狠 有点狠 这个 等于是一个逆袭手段 嗯 这个 看你怎么硬 这个时候 黑棋 嗯 觉得他单长也无可厚非吧 单长像是 本手 像是感觉是 感觉是应该长的 你不长是被他争掉 对啊 但是你打一个又舍不得 你说不被争我打一个你尝我再补一个舍不得 就打一个这外面其形也不好啊 假如说打的话 打你要不被争那是你只有打这种压实都是俗手不敢走 这就打一个有点心疼吧 打这个是吧 心疼 不肯打吧 不肯打 不肯打 这个你还得进补一个 走这个 这个都 补的也不太合适了 这回头又被人家跳进来 不舒服 不舒服 反正这其实就觉得下 这样下我觉得不舒服 这被人家就 不 他可能冲一个 哦 那更狠 不 有可能这样 冲断是吧 对 他又 有可能这样 先断他 都是有可能的 这个是有可能的 他给你走得非常狠 这是陈耀夜的这个这个这个狠招 但这个呢 就是说这种作战 他反正没有选对啊 这打一个 主要下不出手 不肯 那么我们再往回看 那么长一个是最强 对 这个多数可能会选这个 但长应该是比较正常的想法 对对对 你就是说我先把行走好 对 然后让你来 这是最强 我本手我一走 你这个都损的 如果你没手段 这个冲断是损齐的 嗯 呃 如果我乱打 有可能我损 一般的情况作战 是最有利的 就是你走 我就按本行走 然后等你来 我的架势先败好 现在白旗这么冲断之后 他关键的后面的手啊 隐藏后面的手 他反着给你铐断了 嗯 这个朴婷环 这个这是朴婷环喜欢的招 他来一个狠的 他说我反着来 走一个最狠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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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陈耀业这个反击军队 逆袭在这个地方就选择了一个 呃你死我活的这个争夺 那我觉得铐断的时候 看起来黑旗并不是太好应付 就乍一看 黑旗最狠的 我觉得最狠就是直接应战 直接顶端 直接直接顶端 顶端 这是最狠最 最直接的 就看你走什么 你长的话 就不能挡啊 挡了被这一打 就坏事了 那就话又说回来 如果长在这儿 就跟后面的结果基本上 那等于他都多冲了一个 多损了一个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反而是比实战要好了一点点 就这样比实战要好 人家上面这个冲断 还是来不及走 我们一会看到实战 现在的还有一个手法 就是他不退 一个变化 他搬在这里 对 他有可能搬 就是说如果直接应战 白旗一个退 还有一个是搬在这儿 白旗现在搬 对 现在搬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转换 这看着有点乱了 有点乱 那么黑旗要 你要是贪恋 就是这两个子还要的话 练这两个子的话 有可能不好收拾 这两个子好像不能要了 那这两个如果气掉的话 脚上也没吃干净 对 那有可能变成什么一个变化 有可能你干脆气子吧 打吃 打吃 接上然后就打 然后就这打 我再尝 再来一下 好 气了算了 把这个吃掉 这打完吃 一下 把这个吃掉 这样呢 就是说我这个 这面都走后了 这马上要吃你一蘸 就都吃了 这个呢 我这打完 这个这儿有个飞 这其实也难讲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确实 对 这个是一个变化 挺意外的 居然是 就这两个自己控里面的子 让人家吃掉 也未见得 也未见得 但是你这个 你这三个孙呢 也是一个大变化 我倒觉得黑漆可以考虑一下 对 我觉得这个变化 黑漆也可以想想 可以考虑 并未见得 因为他如果把这个打掉 回头这一飞 这块漆不也没活吗 对 你不能打劫 打劫我这一打 这一飞 这也了不得 你可能白漆啊 白漆是不是要 可能要靠一个 要补 对 比如靠一个 之类的 这个是黑漆应该先打掉 打掉 靠一个 然后白漆 落个仙手 把这个吃掉 这是一盘漆 我倒觉得 还很漫长 你既然这么狠了 靠出来 直接应战 可能效果最佳 直接应战 我觉得这个变化 黑漆比实战好 比实战好很多 实战好像不太好 那这个漆 如果你不这么下的话 不这么下 只是退 那个下法和刚才不一样 我们看实战 区别在哪里 他没有直接应战 他来这打了一个 他先打吃 打这个 那么白漆 趁这个时候 去这冲了一个 机敏的冲 冲了一个 如果你提 他这冲出 对 他先把它冲出去 能够冲出来 这你还牵一手棋 对 还有个斑 白漆呢 黑漆呢 这时候还不肯 他去挡了 挡在这 都闷到里头 全给它闷进去 对 白漆呢 把这个沾上 太狠了 这个太狠了 这个太狠了 这个 沾在这之后啊 马上就产生了这个断 那个断也是了不得的事 那断一个其实巨大 了不得 巨大 那个断太大 这和黑情完全 这现在是没功夫走 就是 如果有功夫的话 沾上 完全是一个 现在他是走的这个 一手棋的架势 完全是有的 再来 那你这交换了一个 再来啊 和刚才有点区别 区别在什么 和刚才那直接应战 有区别了 现在呢 他直接走这个 他把这个断了 那肯定是白漆来应战 那刚才是 这两个没交换 这两个没交换 刚才啊 如果是直接应战的话 这个气没紧 这两个子不交换 他这有冲啊 这两个不打吃呢 这个断 不是先手 对 他现在就是可以先断掉 那么立马就断掉了 对啊 断掉就是决先啊 不是现在是 现在黑起下 现在黑起下 刚才是 他这个次序是这样的啊 他次序就是黑起顶的时候 顶的时候他就断了 他就先把 先一手断了 都不让你又接了机会 是的 这两个如果不打吃 就没有断 就断不是先手 这一气很重要 所以这个打 亏了 被他一跳 这个打完是没有办法了 只能跳 这一气是很关键 本来是不打他 闷不住他 你帮我能猴着 都拐弯出去 现在 等他这一段的一跳 这个白起烙的先手之后啊 冲断了 还来再进行战斗 这个时候和刚才可能有点区别了 嗯 和哥那刚才那个那个气子那个啊 直接断有区别了 对 直接断最好 就直接不要去打那 不要打了 打了一个 把人家断掉了 打了之后情况变了 嗯 有可能会损 嗯 打了之后白起的机会就多了 我们看着啊 现在 现在黑起只能跳 现在啊 没有办法 他这个不跳啊 他有 没有办法了 如果不跳 嗯 我们看看啊 这个不行 这个如果不跳 我看看他如果打这个 打这个 这是最狠的吧 长 这是最狠的 这只有这招 但是他被他这个一跳啊 这怎么应付呢 不好办 真的不好办 挡不住了 打包 不好办 人家这个拐先手 拐先手 对 肯定是挡不住了 这个不好办 这个 这个你拐先手 你走这个 他这这这这这 不好办 是啊 接下来 没法收拾了 已经 所以这个棋不能那么来 这个打是不行 嗯 然后再来一个强的 他是走了一个实战 这个比较强的 我觉得就是撞了一气 这个地方 跳一个 跳一个 跑也是必然的 嗯 这个都是必然的 嗯 然后拐一个 嗯 这个 这就是作战的这个常见的了 搬一个狠的 走这个啊 你白旗如果不卖这个 如果走这个 这被夹出来不行 这白旗完了 这包打一下全死进去 结果你冲不动 冲一吃给闷死了 是吧 嗯 冲了一打吃 这在网上一闷死了 你是 这个是不行的 这吃 一叫吃 一叫吃 滚包一个 然后黑旗一吼出去就完了 嗯 这是白旗是肯定不行 不能这么下 不能这么下 对 他只能 他 有一个救命的 断 卖一个 卖一个俗手 卖一个俗手 嗯 卖一下 断打 走一个 嗯 然后打这个 打这个比较狠 这棋呢是这样 下到这儿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 黑旗可能挺麻烦 大家觉得 哎 这提掉 被人家一冲 不太行 对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给大家留点悬念 想一想 这地方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是啊 接下来黑旗是一个难题 好 休息一下 一会儿见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 是第三届百灵杯世界维系公开赛 八强战 由陈耀夜对阵 朴婷环的对局 刚才呢和刘老师正给大家讲到 这个很关键的地方 是 现在这个 其实一个对杀 是非常 复杂 搅在一起 很激烈 这个白旗一打 黑旗不要去提 不过不能提 如果你提了 被这个白旗 这个一冲就完了 这一打吃 那我一粘上 这些全都被提 花了 这个就完了 只能这样 对 这一提 然后只能 那白旗再一打 那这个旗就 这花也花了 这个旗就是完了 结束了 不行 所以呢 这个是首先不能提 那么怎么办呢 这个旗那就要想办法了 他在打的时候 白旗打的时候 黑旗只能是 他是先挖了一个 这个也 他就叫吃一个 也不能提 提了还是冲 然后黑旗 提这个 打这个 这个时候白旗只有提 不能沾 只有提 提掉 黑旗来个急的 把这个 包一下 但是呢 这个局部是 黑旗杀不过白旗的 黑旗不管是跟哪边杀旗 他都差一旗 杀不过白旗的 杀不过白旗呢 他就想弃死了 干脆我就弃死吧 把这个提掉 提掉呢 你如果搬在这儿呢 你来吃我 我会打这个 然后你如果提这个的话 我在这儿一叫吃 是先手 你粘上 然后我再提回来 是吧 再提回来 我黑旗再提回来 提回来之后 你这个旗呢 你就不能沾 你再吃这个 那就黑旗很愉快 连提两个 你吃 我再提先手 那黑旗呢 提完这个 把热旗大脚给拿了 然后我再补一个 这个他还心情上 可以接受 白旗 就是黑旗啊 朴定环 他觉得这样就够了 他是这么预计的 结果呢 没有想到 这个 他的对手 然后陈耀燕 下出个实战手 他走的什么呢 当你提的时候啊 这个提这个时候啊 他来了一个 他搬了一下 搬了一个 这个旗啊 可能都没想着 他去搬他一下 搬得他真难受 浑身难受 因为你打 我提 你再 比如说这个旗啊 你再挤打 这个根本就不是 对对对 他可以把这三个抓了 假如黑旗打 白旗提 他万劫不应了 就现在如果打 你如果打这个不行 他一提 这个走掉 然后他击打 把这个旗 这太大了 你把这个提了 那我这个旗 白旗再靠出来 那这个旗 大败 大败 这个本来你们 就都是你的大空 这个全部是白旗了 这个肯定是不可考虑的 是 那么他这个旗 先搬一样 首先你是外 没有大截 黑旗这里面 这儿有个截 这个没有截财 关键是没截财 你如果沾上 我再搬 那等于是我 这两个交换了 便宜了 搬盒跟你沾交换 你往你自己的眼里 我这个气财 我就本来是被你抓 抓两个 这个白多一个子 白多一个 然后你还自己 填了一屋 这心情太恶劣了 那就所以说 他忍不下这口气 这不绝对不能 这些 不能忍受 怎么办 他团住 团住 那我就连抓两个 我这个子 还是白便宜了 也便宜是便宜 但我也还好 比团到里头好 但是这个时候 白旗不一样 白旗反而又踢回来 对 还不肯 他那一下了 他不肯了 他提到这 突然发现 差一个截财了 已经 对 然后他是 他击打了 他也没有合适的截财 沾上 然后黑旗再提 是吧 这个时候 他是走的 搬 搬 搬 这个时候 再打 他提的时候 他没劫财了 跟刚才 就是差一个劫财 差一个劫财 他没劫财了 很痛苦 他是打的 他是打的 打了 提掉 他没招了 这个时候找劫 找全盘 找哪个 找那个的也不是劫 找那个 他会断掉 肯定不是 他不是劫了 这个时候 他就粘了一个 这个棋 如果你拖先 如果拖先 黑棋拖先 他比如说 他打吃 打吃 对 这个棋 他这个段 是厉害的 你这个棋 本身是有棋的 这现在双柱能行吗 双柱 如果双柱 这个双柱的话 如果你双柱 这个棋不行 这个黑棋 这儿没字 它是双在这儿的 黑棋 对不对 对 黑棋 黑棋双这个 他这儿有个飞 一下子 黑棋 这个棋中间跑不掉了 这就两口棋 不是死掉了 这外面怎么冲 也冲不了 咱们就走一个 你往哪 往这 横冲 树冲也冲不了出来 对 他不打吃 打吃也不行 对 打吃这个 就这个是 他粘住 这已经死了 对 这个死了 他在这儿就行 一提 他就后面消失就完了 怎么都行 还有你走 他直接紧气也行 断的时候不打吃 直接紧气 也跑不掉 五安吃都怎么都跑不掉 这个骑士 他死掉是他没想到的 没想到长一个就被飞死了 是吧 到这个时候 那就会去补了 等于说 那个不能 不能走 他必须得沾上 那个不能走了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他知道这个危险性 这有个断 粘住 又补了一个 那白棋呢 他回过手来 他打吃了一个 他还不是沾的 他是打吃的 他本来被你连抓两人 他还觉得大 这个打吃了一个 非常大 这个非常大 对 这个时候啊 黑棋走的什么呢 他是双的 把这个算吃住 这儿补了一个 又双住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啊 这个双不对 是不是应该打在底下 应该打这个 这个棋太大了 应该走这个 这个要走 打一个就提掉 这个打掉 应该走这个 你这个棋啊 你去靠一个 这个给你出来吗 这个怕什么 我再吃一个 怕什么 这个你就 翻吃 然后再搬 再打一个 你这三个给我 粘上 你粘不住 粘我这一长 这两头弓的 你准死一块 对 而且底下就已经 本身就不行 这还能搬上去 还不提 你这个 再火就粘上 这个棋还是在 被我的进攻的范围之内 这样我觉得 是 还怕得出来吗 这个棋必须要打掉 我觉得朴定环 这个时候可能脑子晕了 他自己被这儿整得 他可能对 整得他有点晕了 确实是 这个棋被 你去还要把这个吃掉 他去吃的这个 他双在那儿 继续补一个 这个棋他给的放出来都没事 这个太大 而且人家是仙手 这个脚啊 不得了 仙手 你得打吃一个 我粘住 这个棋真的是 脚上 太巨大了 你给我做活 先看看吧 怎么做 他是 走了这个时候 把这个粘上 当然白棋粘这个 他在粘上 活的也特别 然后黑棋 白棋啊 这个时候还抢了一个 如果不抢啊 白棋如果走别的 被黑棋这一虎是个仙手 虎一个是仙手 他这一虎是仙手 这一弯就白起全死了 是啊 所以这仙手 拼命要抢这个 这个太大了 这个仙手太大 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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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拼着命抢 巨大无比 这个不说以后 网上爬一个 怎么说 这个心情都不一样 后保也不一样 这个所谓拼命先抢了 现在你说黑棋粘 被他守一个 那这棋你这个 这个失败了 失败了 被白棋吃了一塌糊涂 这个 你就 这个花手太大 粘了一个 双一个 吃了没多少木 对 吃了没多少木 那有个20木 有什么 这个 那个大 这面大 他现在反架 对吧 这觉得现在 下到现在 这黑棋确实 这个时候就已经不对了 就已经不对了 这个战役啊 白棋便宜了 如果不双 就要吃在这个地方 那个棋还能下 我觉得能下 这胜负还很漫长 漫长 至少我觉得这个先把局面控制住 对 但是现在的话 我只能就控制都觉得很难了 这就费劲了 费劲了 已经不对了 这一边倒了 这个 你就这一块空 现在白棋就多了 这儿都是木 那边也是 这个还有便宜 到处是它的 可下的棋 这个就是白棋的 都是它的战场 黑棋呢 你就是属于 你只能是去守这一块 所以过去的老话说的 你守一块空不对的 就是不行 这个真的 你的概率 剩的概率很低 对 这个就明显 你在这战 是也有机会 但是呢 你搞了半天 转了一圈 你老是揪着这一块 围着 白棋到处 它四处开花 现在白棋 黑棋在那双飞燕 是吧 双飞燕 对 这个白棋 先手打掉 太愉快了 这都是舒服的下方 下完之后 这成铁地 你还在去做国 特别厚 这个铁厚 都没花代价 直接就走成这样 太舒服了 现在这儿弄了个先手 然后再把那个走掉 靠压住 对 靠压住 现在 点三三 点三三 它也不跟它纠缠了 这地方 那当然中间还有大棋 这个我就觉得 比那个都还大 我感觉 大棋太多了 下了一个先手 就局部虽然稍损 但是抢到了一部巨大的大棋 但是这个尖 不尖一个太大了 本来白棋在这儿飞住 这都是它的空 但是被 不是就黑棋飞住 全是空 现在被它那个地方 也给掏回去了 这个 你只要攻不着这个 这个跑出去 我觉得价值都不比那个小 对 本来黑棋在这儿照一个 照一个 照一个 但是白棋补 把那个脚拿掉 也形势不好 是 你只是一块空 它只是收入关 你也没什么 要不您刚才 这个点三三 先别点一下 把这个招 对 那也是一招 但是我觉得也不行 就是说别双飞眼 直接飞住 就完了 也可以考虑 如果要是我下 拼命的话 那样的话 可能概率会高 现在跑出去 你吃不着就歇了 我觉得很难吃着 这怎么吃 吃 那也得吃 它飞的 这样吃 它是飞的 这个关键是这样 它就往外跳 就走就行了 现在观念 它还不拉倒 那这个得力不饶人了 它就往里钻 哎呦 这个气 就是说让你来吃 这个 让朴婷怀来 那朴婷怀 那就吃吧 在这 我就是拼命的要杀他 对 意思是 他 他先靠了一下 来施展一个 那个什么 手筋 我觉得这种地方 陈耀业特别擅长 这个实际是不太好吃 这确实是不太好 你用 本来就挡不住人家的地方 你自身有关键 你他那白气候 自身 他你有 各种断点 对 你有很多毛病 这个气 你是搬还是退的问题了 退这个 他实战是 他实战搬了一个 搬了一个 实战搬被人家靠出来 对 然后他有这个子的接印 正好 假如说黑气挡 他正好加一个 刚刚合适 这样呢 他就是 加这个 对 加这个 你冲了冲打 他就贴出来 这上面还扯不清 这也扯不清 那就是说白气的头绪多 对 很难吃着 很难吃着 这样吃太没把握了 实在是 这个吃不着 实在是没有把握 他走什么呢 他 这个气不冲吗 他先打了一下 打是他的权力 打是他的权力 打一个 对 白气就沾上 沾住 沾住之后 黑气 挡一个 但是也得挡 不挡 被冲过去了 还怎么下来 对 那再加出来 这是 就这么 就这么 来战斗了 把这个沾上 沾上 这个沾上啊 你如果拐吃了 他从这儿打 走这个 他这儿也能出去 他就 哪怕长一个也先手 就出去了路 打一个走一长 这儿要长 这儿要加 他如果这样 对 打了 他就这样 打了他就长 长一个 单长 单长 对 单长 那就看得清楚了 这样 这样看得清 对 这样就可以 好 这样也行 你看这儿一打吃就蒸掉了 这白气这个子啊 它连得特别结实 然后气特别长 如果你在这儿走一个 那他把这个尝尝 他把这个一尝就完事了 你根本就不用想跟他杀气的问题了 这三个 对啊 没法跟他杀的 对 闷死了 对 这个不行啊 简单明了 应该比较简单 那么 他沾住呢 白气是不是也就要么沾 要么拐吃 黑气拐打 拐打 就拐打这个 拐打的地方也 也是够难受的 不是这个棋还是白气的 确实是不太好下 不好下 白气的概率太高了 他贴了一个 哇实战实战 太实战了 你看这个棋就贴着 就是这样 他就什么都不说 就我要这么硬吃 你这个棋呢 你跑不掉啊 呃 你走这个 我就走这个 打吃 打吃 我就粘住 它断 那就闷死 反正这是个 这是个倒铺 刚刚好 合适 不用倒铺 直接沾也行 这个棋就 不是 这个棋 他看清楚了 因为这个地方 你尝不住气 你猴在这儿 只有这两格 只有两口气 没有别的选择 你再压一个 没用 不尝气 所以这个棋呢 陈腰液 他也算准了 你这个朴丁环 虽然力量大 但在这个地方 你就 局限太小了 只要我算清楚了 那就没问题 就没什么变化 对吧 你也挣扎不出什么了 对 他就直接 就给你解决 就地解决 那么黑棋 现在还存在 哪个希望 他走什么了 他提掉 提掉 对 要不然那个地方 还是有出来 是吧 提掉 摆起来贴一个 他怕是这个 他怕就是 省得你这样吃了 断着 都吃过来 都吃过来 断着也大 这个也巨大 对 没错 贴过来 黑棋该动那边了吧 黑棋靠了一个 那就不能理了 吃的特别坚实 你不管靠哪个 他走三个 他都不理 他就先把这三个给吃掉 那面他不管了 这白棋铁厚了 对 我们看那个 陈耀业 他优势之下 是怎么安全运转 他走这个 不要给人家机会 如果他走这个 他就往底 对 要飞一个大 是的 然后他把这个顶回来 顶回来 对 顶一个 这个地方是个希望 如果把那个都吃了 白棋都吃了 还是可征胜负 因为这个 那片也很大 对 现在白棋不能给他都吃掉 这是他的关节 白棋拆在这 拆二 他下得很 已经很踏实了 就是说你要断 我就这上面这四个子 你要吃就算了 我就立一下算了 如果你断 他立完 他把这个 把这个尖过来 那也受不了 那不行 那不行 那不 那可能他这有个尖回来 他都吃了 现在黑棋呢 是顶一个 顶一个 白棋拆 对 先拆的 他白棋在这 白棋他 白棋先飞了一下 飞了一个 飞这个 那一块棋如果 他觉得这个飞很大 如果把那一块都吃了 他这面下来也可以 对 他是不是觉得这 他如果吃了 他就把这个飞起来 还是什么意思 如果就算补一个 白棋就飞一飞 他就要搬出来 对 他就算都气了 是吧 这样就够了 够了 这个飞也气大 不走的话被他封铺也不得了 封铺啊 他往那边走 是不是 没有走那个 黑棋中间虎了一下 虎了一下 看他是虎的吧 嗯 先顶一个 那这儿 这儿有那个地方 然后再拆 拆这个 这是 这是现在碰的 现在碰的 飞完之后他碰的 哦 飞完之后碰的 这次是没办法 对 飞完了之后 他靠了一下 对 然后他虎在中间 他这中间还要虎一下 他觉得那样吃 没有把握什么 怕被人家断了 打下去 可能是 对 嗯 黑棋虎一个想全吃 先顶一个 对 他立下来 嗯 他拐了一个 那边立一个 白棋立了一个 然后这立 对 是下成这样 下成这样 嗯 嗯 黑棋沾上 对 嗯 然后虎一个 哎 他这个棋啊 白棋这一块 他要活 嗯 他不给了 他觉得这是快活棋 活棋 吃不掉了 对 活棋了 不担心你吃 他确也真是活棋 哦 那个棋要吃的话 上面呃 白棋就在外面 尝尝也是活的 嗯 他现在是走的 可以把这个靠住 靠住 对 想借用 哦 借用 对 黑棋来呃 靠白棋在这个钻这个 他干脆再加强一下 他这个跳完了之后呢 做个演很容易 他接下来一团一长 就是有演味了 对 你要破他这个演呢 他就在那做个演 对 如果你点的话 他就往前冲了 是 有往前冲 呃 现在黑棋这个是比较诱人的 这是他的权利 啊 这个你搬走 嗯 不走 这黑棋顶啊 这块棋死了 有 眼味没有 现在白棋打 这个时候白 黑棋如果提就是后手了 对 因为这儿 这儿 这儿 上面有个眼 下面有眼 嗯 就是再提就是后手了 那么黑棋这个先受便宜之后 下面 黑棋 走什么呢 白棋他这个时候觉得 就是走的这个便宜点啊 他就只要那个活棋即可 对 现在黑棋控肯定是不够了 对 就全盘要比控的话 这个也被人家飞进来了 你这儿只能剩几目啊 上面也没剩多少 就是刚才连边带脚 也没多少空 都是三路 他找机会跟这个煎了 嗯 他搬一个这个 他还搬进去 对 反搬 反搬 对 反搬 他断打 在这个地方交换成这样 把这个吃掉 对 然后他再断打一下 断打一下 接上 他跳了一个 然后这个尖了一个 这都是 尖了一个一些 一个 本手棋 就是说 常规的棋 往里钻 嗯 是吧 也是让他很难受 因为你不走的话 接下来我就要搬下来了 对 这这块鞋怎么办啊 还没交代呢 这个鞋走成这样的时候 继续收空啊 可能 可能空不够了 对 空不够了 嗯 那黑鞋呢 这个时候 他来了一个 比较狠一点的啊 他刺了一下 刺一个 对 接上 对对对对 他是来了个狠一点的 他是走 虎一个 他确实是 让你进了 他说你这个如果进来 我这冲一个 我要杀你 对 如果敢这样下的话 黑鞋是不是要拼搏一下 哎 他如果敢这样 这样 对 我就把这个冲了 把这个冲掉 对 那我就挡住 对 你这个鞋啊 局部不活 局部不活 这个里面是局部是死鞋 对 局部死鞋 呃 那么外面你去做一个演 也要 恐怕也很难 这样的棋 我觉得还是 这个还是有机会了 有机会了 呃 要杀你拳盘 杀你这个拳整块大棋 现在呢 只要一看形势好了 他没这么走 他走 没有必要 别这么冒险 对 别进去 待会那一个演 第二个演死后做不出来了 对对对 这个这个不行 这个不能怎么样 他实战 他下的冷静 他走的什么呢 他是立了一个 他单立 单立 这个他活了 他走这个 他再走这个 这里活了 如果你走这个呢 他就 玩一个 玩一个即可活 你点进来 是吧 嗯 这个就是活气了 因为什么 你走这个 你走 走这个 他就走这个就行了 嗯 这双活 团上就行 双活 你不能先拖底下 拖底下 他就让你一个 拖这个的话 拖这个的话 他就粘上 对对对 然后你爬进来 对对对 有个接不归 再一较吃 对 你连不上 这又铁活了 这个地方是铁活 看清楚的 哎 你这个如果一挡啊 给你挡 挡完之后 他这一扳 你就受不了了 你如果黑棋一挡 他一看 这一扳 你一退 再一打吃 这要下来 这要粘 这个棋就 没法再下去了 是啊 这接下来 这边又挡不住 这个挡和这边 这个白棋 肯定是 这个陈妖业呢 他看到这样的 基本上就没得跑了 这个就形势非常简明 嗯 那下成这样的时候就 这就对方就不好办了 他就是在这个时候 立的时候 对 立的时候 他就没有再进行了 对 这棋呢 是这样 就是一开始啊 这个黑棋这个布局呢 我们也不能说 就好坏了 但是反正我和刘老师 都觉得喜欢白棋多一点 喜欢白棋的实力 因为觉得白棋 比较好掌控 说实话呢 黑棋这样的下法呢 是不太容易下 接下来 当然 你如果力量大 你对自己有自信 当然也可以选择 这样的下法 只是个人喜好问题 但是决定是否主要 主要是那里的战斗 这个地方的战斗很精彩 这个地方有对杀 有很多变化 对 那个地方呢 刘老师他刚才说呢 就是说 黑棋这一下不要打吃 我就顶断你 直接应战 可能变化会比这个要生动一些 至少这一下 你就不能先手冲断了 多撞了一起 被他这个一段 这个棋啊 这就不太好 后来这个陈瑶也下得也好 他这你提他 搬一个一个鬼手 搬一个确实 这个 有力 他是紧着气了 他这个后面就下法的变化就多了 对 确实 那作为白起来的时候 确实在这一代的作战 它是挺精彩的 虽然说黑棋 他可以直接顶段 他不用打那一下 但是作为白起来的时候 他没有什么过错 就在这一代的下法 白起还是挺精确 上面这个三路搬 本来以为这个打劫的时候 这个白起已经挺难办了 就这个三路 对 他在搬一个是好手 这个你提节我反搬 因为当时是初期五节 不是 那个时候没有大节 唯一的 你是没有办法 让你连抓两个 他反搬一个让你难受 这个时候是他的白起下的好 结果最后占的便宜了 这个也吃了 后来这个地方也便宜都给白起占 下的非常精彩 这黑棋如果说不病 刘老师说他包括打在底下 那这棋还难说 那个棋还能够继续下 这个打吃是很重要 后来被这一虎 我看基本上这个棋一路下来就不好办了 这就已经都是一个败局已定的感觉了 就后面你要吃的都太渺茫了 那么最后呢 这盘棋的结果就是直白的陈耀叶 中盘战胜了朴廷环 晋级了这个百灵杯的下一轮 好 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